面对背叛是一个沉重的信息 这是耶稣在面对十字架酷刑之前的另外一个忧伤 背叛你的只能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亲信 这是里面的人做的 所以背叛也叫做出卖 就是从里面把你卖出去的意思 耶稣第三次提到犹大要出卖他自己 在第十三章的第二节 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 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 这是第一次 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他又在说 耶稣远知道要卖他的是谁 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这里是第三次告诉我们谁要出卖耶稣基督 可见这个事情相当困扰耶稣 所以他一再地提醒 在面对背叛被出卖的时候 耶稣关注什么 他的焦点在哪里 他如何预备自己 我要邀请弟兄姊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从十八到三十节我们一起读 就让这个经文向我们说话 看到神向我们要传讲的信息 我们一起念 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 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 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 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要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可以信我是基督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有人接待我所拆遣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拆遣我的 耶稣说了这话 心里忧愁 就明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门徒彼此对看 猜不透所说的是谁 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 赤身哀进耶稣的怀里 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 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 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 问他说 主啊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蘸了一点饼给谁 就是谁 耶稣就张了一点饼 递给家略人西门的儿子尤大 他吃了以后 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耶稣便对他说 你所做的快做吧 同行的人没有一个知道 为什么对他说这话 有人因尤大带着钱囊 以为耶稣是对他说 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 或是叫他拿什么洲际穷人 尤大受了那点饼 立刻就出去 那时候是夜间 当耶稣面对人的背叛 当耶稣面对被出卖的时候 耶稣把重点放在两方面 第一就是他确定他的身份 在背叛当中 耶稣基督确定他的身份 你知道吗 在背叛的时候 一个受害者 最强所得到的信息就是 你不是东西 你不值 你也不配 你傻 所有把你给卖了 耶稣要坚定他的门徒 免得他们被圈在 你的耶稣不是东西的谎言的里面 耶稣基督确定他的身份 在第十八节告诉我们 他说 我说这话 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 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 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 耶稣说这话 不是对众人说了 他说了什么话 是前面 当耶稣替门徒洗脚之后 耶稣说 你们既知道这事 要彼此洗脚 若是去行 就有福了 耶稣说 这一句话 我不是针对每一个人说的 我只是针对十一个门徒 犹大不在其中 因为犹大不会按照 耶稣的教导去做 他正在琢磨 要出卖耶稣 耶稣告诉他们 我知道我所选的是谁 我没有选错人 包括犹大在里边 一个都没有选错 耶稣拣选犹大 是应验旧约圣经的预言 在神的救赎计划里边 诗篇第41篇第9节说 连我知己的朋友 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 也用脚踢我 你注意耶稣基督并没有预言 圣经并没有预言 是犹大出卖耶稣基督 他这里说是我知己的朋友 但是犹大的不信 是撒旦有一个机会 进入他的心 来利用他出卖耶稣基督 如果不是犹大卖耶稣 也会有别的知己 卖耶稣基督 在这个经文 诗篇第41篇第9节 是指旧约的大卫王 他被他的手下 他的亲信出卖 但是在约翰使用这一段 诗篇第41篇的时候 说到新月时代的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大卫的子孙 他也被亲信的人出卖 他用脚踢我 是一种毫无防备的暗算 是一种轻蔑式的行动 耶稣面对他的亲信 他的知己的出卖 但是耶稣早就知道 谁要卖他了 在约翰福音第6章70节 耶稣基督说 我不是拣选你们12个门徒吗 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在三个月前 他早就已经提醒他的门徒了 所以耶稣基督提早给门徒 打了一记的预防针 让门徒在耶稣受死埋葬复活的时候 对耶稣的身份不治愈 信心不动摇 他说使你们信 我是基督 第49节的最后一句话 可以信 我是基督 这个可以信 我是 是原文里面的 基督是另外加上去的 让我们明白 或者把句子说得更完整一点 但是原来就是 可以信 我是 弟兄姊妹 我们读约翰福音 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都了解 约翰里面有七个我是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生命的梁 那个宣告 这里再一次宣告 信 我是 耶稣宣告我是的时候 在这提醒你 他是说 不论何时何处 我就是 我是 我是时 我是终 一切由我开始 一切 至终 回到我这儿 即便时空不复存在 我是 自有 拥有的 上帝 我是 就是 我是 表明 耶稣基督的 完全自主 完全自立 永远 与我们同在 叫你们信 靠这一位 我是 就是 我是的 上帝 耶稣基督在准备门徒的心 坚定他们的信心 确定耶稣基督的身份 所以到第二十节的时候 他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有人接待我差遣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 就是接待那 差遣我的 在这里 耶稣基督 把门徒和耶稣的密切关系 比作 耶稣和天父的密切关系 但是 这一节经文 告诉我们 犹大 一开始 就没有接待 耶稣基督 在这里 耶稣基督在预备他的门徒 接受大使命的差遣 他也警告犹大 他出卖耶稣的罪 要他快快悔改 虽然犹大跟随耶稣三年半 像其他的十一个门徒一样 但是他始终不信 你跟随耶稣多年 你是如何持续地跟随 持续地相信 你怀疑过吗 我怀疑过 在你跟随耶稣的脚踪里边 你有冷淡过吗 你有在问你自己是真的吗 万一 不是真的怎么办 我想过 我还是牧师呢 我讲的是真的吗 但是 这种的信仰 信心是怎么继续持守的 一个神学的教授 Louis Smith 一个伦理学的教授 他这样的表达 我觉得蛮能够共鸣的 他说 我相信耶稣不是因为 我是基督教家庭长大 我信耶稣不是因为 我从小就参加教会活动 我持续信耶稣不是因为 我在基督教学校念书 也不是因为我想清楚了 基督教的教训 觉得可靠 觉得值得我跟随 他说 我信 到今天都信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抓住我 他在我生命的深处 继续地抓住我 从不放手 神不断地来寻找我 当我想离开上帝的时候 他用无比的爱来感动我 他让我不停止地相信他 当我相信他的时候 虽然周遭的事情 异常荒谬 令人难过 但我知道 一定可以安然度过 虽然我做错事 他赦免我 我无助他加添力量 当我灰心的时候 他给我胖胖 每一次他来到我的身边 他重新给我一个理由 一个真正的理由 为什么我必须相信他 不停止地相信他 他把耶稣 差遣到世上 来代替我的罪儿死 让我尝到 神恩典的滋味 即便我看见 这个世界 有太多的坏事 让我觉得 神根本不存在 但是我还是 不能不相信他 当我的心 经历了神恩典的大能 他说我心中知道 一切的事情都会成为美好 神会按照他的时候 叫万事成为美好 所以我信 所以到今天我都信 在信仰的历程当中 是有你的层面 是我要信 但是在信仰的层面 能够持续到今天 看到令你失望的事情 令你质疑的事情 还能够信到今天 是神的恩典 抓住你 抓住我 这是神的恩典 犹大一开始的不信 今天你跟我继续相信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持续地保守我们 第二方面 耶稣基督在面对背叛的时候 他使命不变 背叛出卖 陷你于险境 许多人为了自保 就会不惜大家去妥协 拐弯抹角地走捷径 目的是希望 有重新再来的机会 耶稣在背叛当中 勇往直前 面对犹大的出卖 他也在预备自己 上十字架 在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和第三节 耶稣早就知道自己 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耶稣知道自己是从神而来 要归到神那里去 他早就知道了 所以在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 耶稣并没有惊讶 犹大出卖他 其实马太福音里面早就说了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五节说 卖耶稣的犹大 问耶稣 说拉比是我吗 他的意思说 不是我吧 耶稣说你说的是 耶稣说你就是 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次 受到耶稣心里忧愁 耶稣第一次 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 受到忧愁 是在第十一章三十三节 当拉撒路死了 周围的人都说 他被放在焚怒里面 都难受的时候 他们都哭了 耶稣心里忧愁 第二次受到忧愁 是在第十二章 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麦子 烙在地里面死了 就接出许多的子力来 他忧愁 因为他要上十字架 代替我们的罪而死 第三次就在这个地方 是当犹大要出卖他的时候 耶稣心里忧愁了 耶稣告诉他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 但是十一个门徒 没有想到他们中间 会有出卖耶稣的 耶稣这个严肃的宣告 就逼死犹大 必须做出一个抉择 不然嘛就尽快去做 出卖耶稣的事情 不然嘛就尽快悔改 在二十三节 这里提醒我们 有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 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 我们多数的解禁家都告诉我们 这个人就是使徒约翰 他说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 耶稣爱他比别人更多 他的意思是说 他对耶稣爱他的这一份恩典 心存感恩 他没有提自己的名字 他只说他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位 让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 耶稣的身上 这个耶稣所爱的 侧身爱进耶稣的怀里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你要记得当时的人在一起 吃饭的时候呢 不是像我们今天坐着 一排一排的坐着 当时的人是半躺着 然后呢 把左手拖住他的头 把他右手呢 拿来拿食物 所以这样一排一排的 这样拖住那个头 半躺着的时候呢 转过身 就正好碰到耶稣的胸膛 可见他坐在哪里 他坐在耶稣的右边 他就问耶稣基督 因为西门彼得 坐得比较远一点 二十四节说 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 你告诉我们 主是指着谁说的 所以彼得大概是坐在约翰的对面 他就给约翰一个示意 就是你问夫子 你问耶稣 到底要出卖他的是谁 然后耶稣指出 出卖他的就是犹大 他把饼粘在酱汁里边 递给犹大 那犹大应该坐在哪里呢 犹大应该是坐在耶稣的左边 约翰在右边 犹大在左边 所以耶稣拿起饼粘在酱汁里边 就可以递给他表达他的善意 表达对他的一种关怀 就要向我们吃饭替人夹菜的时候 就表达 我们对你的那个善意 是不是啊 但是 他是接受了耶稣所给他的食物 但是他并没有接受耶稣的爱 因为犹大继续地抗拒 耶稣他的抗拒 给了魔鬼留的地步 圣经说 撒旦进入他的心 紧紧地掌控他的心思意念 犹大已经到了无法逆转的地步 耶稣就对他说 你所做的 快去做吧 耶稣给了犹大 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能够悔改 他给犹大洗脚 他把饼粘在酱汁里边 递给犹大 他叫犹大快去做 心中想做的事 每一个过程 每一个环节 都有可能悔改 只要悔改 耶稣赦免 但是犹大没有 在28节29节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门徒明白 耶稣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说你要做的 你快去做吧 门徒就猜想 那耶稣是叫犹大呢 去买一些过节的东西 或者食物 或者是拿钱去周济穷人 然后他就出去了 在第三十节说 那时候是夜间 犹大代表了黑暗的势力 犹大代表了撒旦的势力 他打断了逾越节的延续 他没有福分 看到耶稣基督 设立圣餐的时刻 他急急忙忙的出去 要卖耶稣 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九节 告诉我们的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的 就在此 他是在黑暗的时候 走出去了 犹大跟随耶稣三年半 为什么要骂耶稣 这个课题一直是圣经学者 想尽办法 希望能够回答 希望能够准确的 犹大卖耶稣的理由 我想有几方面吧 第一就是犹大想要主导 耶稣的使命 耶稣很清晰地告诉他们 他们门徒也告诉众人 他来是要为我们的罪而死 在十字架上 但是犹大就像当时的法利塞人 把耶稣当作政治性的弥撒亚 希望他借用他的知名度和能力 来推翻罗马的政权 让以色列国能够复兴 能够独立 虽然耶稣已经一再地强调 他来是要为他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对犹大来说 这样的弥撒亚不需要存在 把他卖掉算了 还有人说 犹大马耶稣卖了的原因 是希望逼使耶稣基督 能够成为政治性的弥撒亚的方法 就是把耶稣放到一个绝境 无路可走 他必须呼吁大家 起意造反 这样的说法 没有圣经的根据 第二个理由 除了犹大想要主导耶稣的使命 利用耶稣作为一个政治性的弥撒亚之外 第二个理由 就是犹大利用耶稣的价值来立己 约翰福音十二章 第六节都告诉我们 对吗 当玛利亚用香膏来摸耶稣的脚的时候 他这里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这样做太浪费了 应该来去周济穷人 然后在第六节说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 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潜能 常取其中所存的 利用宗教来立己 在我们今天也不是比比皆是吧 你说呢 犹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新约圣经的其他的一些 可能性的经文里边 我们看到 犹大从来没有称呼耶稣为主 他一直使用的称呼是拉比 这是老师 拉比 Rabbi 这里可能表达了 他根本就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另外 在新约圣经里边排列十二个门徒的名字的时候 都是按照与耶稣关系的生前来排列 每一个的排列 每一次 彼得一定是前面 彼得一定是第一个 彼得 亚哥 约翰 总是排在前面 然后呢 下面呢 就有点改变 但是最后一个一定是谁啊 犹大 你回去看看你的圣经 每一次 一定是最后一个 是犹大 这个也暗示我们 犹大跟耶稣的 关系 是最疏远的 他跟耶稣的关系不深 因为他根本就不信 而且 犹大跟耶稣的对话 一直信的 都是负面的 在第十二章第七节第八节 耶稣对他说 你犹他吧 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 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耶稣 稍微责备犹大 在二十六章二十五节 卖耶稣的犹大 问他说 拉比是我吗 耶稣说 你说的是 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八节 耶稣对犹大说 犹大 你用清嘴的暗号 卖人子吗 犹大之后 没有回改 他把出卖耶稣 所得到的三十两银子 丢还给祭司长和长老 自己出去吊死了 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非常困扰人的信息 就是耶稣被出卖了 但是今天 所给你跟我的信息的一个重点 就是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不能被交易 不能被左右 不能被践踏 他的身份不变 他的使命不变 对耶稣来说 犹大的出卖 只不过是成为了 耶稣上十字架的一个工具 最终荣耀天父 完成救赎的工作 使人与神和好 在今天信息的应用里边 我要跟弟兄姊妹 两方面来思考 第一就是针对着基督徒的 那我相信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 是不会成为 出卖耶稣的犹大的 这点我确信 那我们从犹大学什么呢 但是犹大的处境 值得我们警惕 意思是说 你可以接近光 但是你可以一样 视若无睹 你可以接近光 但是可以一样 视若无睹 犹大像其他的十一个门徒一样 跟随耶稣三年半 听的教导 一起生活 一起走遍各城各乡 传讲天国的福音 他都听见了 使一个继续相信 他始终不信 我想想这种的提醒 对我们这些 跟随耶稣的人 对我们这些 信主多年的基督徒 甚至是服侍主的传道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惕 就是习惯的麻木了 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 漂流四十年 天天从天上降下麻纳 看了四十年 也就认为是正常操作 你说是吧 习惯的麻木了 你们都知道 我住在东边 Corona Israel 叫东谷吧 东谷 那个是牛场 养牛场 据说以前养的最多的时候 有一百万头牛 那是洛杉矶 主要牛奶的来源 那当然现在 慢慢慢慢都搬走了 但是还有 所以八年前 我刚刚搬去的时候 哎呀 真是受不了 那个味道太厉害了 挂起风啊 下过雨啊 特别是下过雨之后 哇 那个味道好厉害 但住了八年了 也感觉不到了 也习惯了 也不难受了 也没有特意地想这个事情 因为已经接受 也接受了 也习惯了 我想在启示录 谈到老底家教会的 爱心 起初的爱心 渐渐冷淡 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渐渐冷淡 习惯了 神迹看多了 就不是神迹了 经历神的恩典 多了 就觉得理所当然 你不给我 你还给谁啊 那这是我们 跟随耶稣 多年的人的一个警惕 第二 我们当中 可能有一些是 第一次来教会的朋友 你还没有信靠 耶稣基督 对于我们来说 犹大出卖 耶稣的意义 在什么地方呢 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也代替犹大的罪而死 对吗 耶稣代替四人的罪而死 那也代替犹大的罪而死 如果犹大悔改 他必蒙赦免 但是基于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 只能猜测想象 他不愿意 他宁死也不悔改 在圣经里边 有记载另外一个人 他是一个故事里边的一个人 就是浪子 他把父亲的财产都浪费 在花天酒地里边 最终沦落到养猪场打工 他不敢回家 因为他得罪了父亲 但是最终他回家了 各位朋友 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 本来是住在伊甸园 那是家 但因着犯罪 就赶出伊甸园了 从此我们就找不到家了 因为罪把我们与神隔绝了 我想这种找不到家的感觉 是我们多数都是 移民到美国的弟兄姐妹呢 包括我在里边呢 感受比较深刻一点 我们都宣誓了要忠于美国政府 我们也学唱国歌 我们也学会宣誓 美国的宣誓 对着国旗宣誓 背得七七八八这样 有时记得有时不记得 也尽力地来建设这个国家 但是始终不觉得这是家 所以每年总得回家一趟 不管你从哪儿来 或者每几年总是回家一趟 一回到那个家乡里面 那个味道 那个气息 那个人的那个语言 马上就有一种 似曾相识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对吗 当我们回到伊甸园的时候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我们今天都离开了伊甸园 我们住在世上 不管是多 舒适也好 都不像是一个家 你心中始终感受到想要回家 基于两个原因吧 一个就是我们内心的破碎 我们内心有自私 有私欲 有犯罪的心思意念和行为 是我们没有办法 能够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因为有罪的控诉 另外我们戳处的世界 也是支离破碎的 天天活在生老病死 天灾人祸的里边 这不是我们永久的家 那个家到底在哪儿 就是耶稣正要做的工作 预备上十字架 在下面一章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回家 没有人能够跳天父那里去 他来到世上代替我们的罪 而死叫相信的人 可以罪得赦免 与神和好 带领我们回天家 那才是假 我要邀请你 我要鼓励你 我要激发你思考 你怎么回家 我知道你的原生地在哪儿 但是那就是家吗 那还在这个世界 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边 天家才是我们的家 但是只有耶稣能够带我们去 你要信靠耶稣 与耶稣同行 你肯不肯信他 你愿意不愿意 跟随耶稣基督呢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恩 因为即使面对背叛 你依旧使命不变 预备自己 上十字架 就因为我们不能救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 我们都是得罪上帝 背叛上帝的罪人 因此今天早上 我们恳求你用你的信息 来提醒我们 在我们的坐立不安 在我们的急躁当中 在寻找一个家乡的时候 让我们找到耶稣基督 借着耶稣基督 能够与神和好 亲爱的主啊 求你在我们的心中 出动我们 在我们的心中激发我们 让我们回应你的爱 让我们回应上帝的恩典 你的恩典抓住我们 使我们愿意降服在主的面前 听我们的祷告奉靠 耶稣基督圣明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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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